五月的梅雨季第一波来报到了 但是雨下的又不够大 很难解渴 那么五个县市再这样下去的话 恐怕要拉起第二段阶段限水的警报了 同时像洗车液啊 三温暖啊 游泳池啊 都有可能要遭到限水 阵阵细雨 今年梅雨季的第一道封面来了 各地开始降雨 但北部较明显 虽然受到这波封面影响 一连会下死田的雨 但降雨似乎不够力 这波封面呢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五号左右 也就是周四的时候呢 大致上来讲 是在台湾的北部陆地 到台湾北部海面附近徘徊 因此呢 这段时间主要的降雨 还是以北部东北部地区为主 虽然五六月进入梅雨季 但今年预估雨量正常偏少 降雨断断续续 对水荒疏解可能有限 目前来看的话 因为主要的旺盛对流云气 还是在海面上为主 所以像中南部地区 降雨现在还不是说非常的明显 面对春雨不足 梅雨量少 水利署针对新北市 桃园县 新竹县市 苗栗县 台中市 北彰化等区 实施第一阶段黄色警戒县水 在夜间减压 同时减少农业供水 五月中心就看这一波跟下一波的这个降雨情形呢 要做个综合判断 需要进入第二波的限水 如果降雨持续不佳 第一阶段限水定区将进入第二阶段 橙色警戒限水 减供用水5% 酬当其冲的洗车 三温暖 游泳池的业者 势必大受影响 会不会有所谓的人造雨 这些措施 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 由于石门水库 积水量创新低 水位仅剩220公尺 毕竟严重下陷水位 210公尺 只能期待接下来的美与封面 能带来更多雨量 否则台湾可得开始 全民抗旱运动 中天新闻 曾建勋路易台北采访报道